西游记的故事大家早已是耳熟能详 故事中的孙悟空本领滔天无所不能 不过有一个问题 孙悟空到底是谁的儿子 这一直都是个谜 孙悟空不是从石头里放出来的吗 石头能生孩子吗 你怎么不说它是冲花飞送的呢 当然也有人说那不是块普通的石头 那是当年女娲补天时遗留下来的石头 女娲娘娘何取人也 化身万物的创世之神 试问她的工程预算以及材料使用会如此粗心吗 还有人说什么石头吸收了天地灵气日月精华 别扯了 古今中外多少石头摆在那儿 吸收了多少灵气 哪块石头怀孕了 如果说晒太阳就能怀孕的话 那我们还要那些不孕不孕 诸万科医院干嘛 那孙悟空究竟是谁的儿子呢 我跟你讲 其实孙悟空是大禹的儿子 小大天大禹治水偶遇涂山市 干柴烈火涂山市怀了身孕 但是当地的水利工程结束之后 大禹就不辞而别一去不复返了 要不说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后来涂山市挺着大肚子千里巡浮 来到了河南松山 望穿秋水却不见雨归 最后化作了一块望夫石 事情传到大禹的耳朵里 他日夜兼程赶到了望夫石前 大喊一声还我儿子 于是一个孩子就从石头里 哑的一声蹦了 以为是孙悟空 错 这个孩子叫齐 就是后来夏王朝的创始人 关于这件事 《山海经》中是有详细记载的 所以说历史上 第一个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并不是孙悟空 而是齐 你晃了这么多 到底跟孙悟空有什么关系 别着急嘛 事实上齐是孙悟空的哥哥 因为当年大禹离开的时候 虽然没有带走涂山市 但是却带走了 更加年轻漂亮的涂山市的妹妹 也就是他的小姨子 并且成为了他后来的又一任妻子 果然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而涂山市的妹妹怀孕之后 已经成为部落首领的大禹 又开始故技重施 整天忙于工作 数次过家门而不入 男人都是大猪皮子 其妻子朝思暮想 望穿秋水 最后也变成了一块石头 于是在一个风和日历 草长鹰飞的日子里 这块石头突然间蹦裂 丢的一声蹦出一只猴子 一代猴王孙悟空 横空出世 可是这一切你又有什么证据呢 证据 好 让我们来看一个物证 如意金箍棒 重一万三千五百斤 普通人谁能拿得动 记得西游记中 东海老龙王 曾亲口对孙悟空说 那是上古年间 大禹王测定江海深浅的宝物 一万三千五百斤 为什么孙悟空就能运用自如呢 没错 因为他是大禹的后人 乖男子斯伦逊中记载 与劳力天下死而为社 意思就是说 大禹死后成为了社神 也叫后土 负责掌管大帝 换句话说 玉皇大帝负责管天 大禹负责管地 孙悟空那就是个标准的官二代 不过按照仙界的规定 神仙在成仙之前所生的子女 原则上是不予安排工作 所以孙悟空是不能直接去仙界里上班的 不过由于他老爸的关系 他在人间也照样受到了各种特殊的关照 比如他在出生后不久就上了当时最好的学校 命是指导一对一手把手教学 学会了一身上天入地千变万化的本领 再比如大闹天宫 犯下无数天条 玉皇大帝为什么会一再容忍 还不是给同级别的射神个面子 并且还看在他老爸的面子上 给他安排了个工作 随之他没干几天就又开始闯祸 于是玉帝又安排他去看果园 随之他偷吃鲜果又偷吃鲜丹 还搞砸了攀陶宴 甚至自封齐天大圣 要跟玉皇大帝平起平坐 俗话说是可忍输不可忍 输可忍神也忍不了了 王母娘娘说要不看他是大禹的儿子 早他妈弄死他了 要知道仙界中历来可是法度森严 曾经有一位大元帅 因为酒后调戏妇女就被贬成了一头猪 还有一位御前大将军 就因为打碎了一个玻璃杯 而被贬下了流沙河 相比之下 孙悟空的所作所为 可谓是罪恶滔天 轻竹难输 死一万回都够了 可最后呢 是判了500年的有期徒刑 听起来好像也挺严重 但是别忘了 天上方一日 地下已千年 500年也不过就是象征性的 在拘留所里关了半天而已 通通一过 立马就安排其出国靠察去 由于已经提前打好了招呼 所以所谓的9981难 也不过就是走走过场而已 很顺利的就过去了 而有了这份履历之后 大闹天宫的前科也算是翻篇了 将功补过之后 居然立地成佛了 所以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吗 当然了还有一个问题 孙悟空有孩子吗 这个就有点难说了 你们认为他当年大闹天宫之前 在桃园里用定身术 定住七个仙女之后 真的什么也没干 就只顾着吃桃子去了吗 那么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后来那些落地就能打怪 合体后还能变成石头的 七个葫芦王 是怎么回事呢 还有什么 新群搞笑视频群社区 微信搜索新群 再点击搜一搜新群 关注后免费进群